为了感谢一路陪伴支持的好朋友 同时展望新的一年 立法委员刘兆豪 特别在台东服务处 举办了新春团拜感恩茶会 强调这一路走来 始终都是脚踏实地 对于台东的建设发展 都将会与县府密切合作 共同为台东的幸福来努力 其实这个感恩 这不是说今天 因为这十几年来 我要非常感谢这块土地 还有所有的好朋友 真的是我最大的帮助 这段时间 我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我不是说这样 举举举的人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小技巧 但是我一直秉持着 我们很多台东人 一种存活的个性 一直在这块土地生根 然后一直在发展 在这十几年来 无关生意的结果如何 无关是我做哪一个职务 我相信我觉得 我最得安慰的一件事情 是我时时刻刻 在这块土地上 跟所有的好朋友 一起打拼 不止自己 不止自己的家庭 而是让这块土地上 很多需要的人 能够得到帮助 这是刘兆豪服务团队 一个最核心 最核心的一个家庭 我们现在是全力的 会跟台东县政府 还有台东县的各机关 大家一起来合作 为我们台东 来打拼一个更好的 一个生活环境 刘兆豪同时也宣布 争取立委连任的决心 接受民意的检验 他表示 争取立委连任 民进党虽已将台东 列为不需初选 强调将以正面 积极的态度 争取党内天明 同时承诺 绝不采用负面 攻击温宣的方式来竞争 我们会争取立法委员的连任 那民主金部长在台东 虽然列为不需要 经过初选的这样一个地区 但是刘兆豪会秉持着 这样一贯的态度 我承诺绝对不会去 对我们任何一个同志 做任何攻击的议员 也绝对不会有 负面的选举方式 我们会用非常正面 积极的来争取 所有选民对我们的认同 常会现场 几近了两百多名乡亲 主动前来支持 刘兆豪最后也感性表示 今年春节阅读了一本 著名叫做 在落地之处开花 深深打动了他的内心 在今年春假的时候 我看到一本书的名字 这本书的名字 用国际的名字叫做 在落地之处开花 就是你经济 你不管落在哪一块土地上 你就是在那边生根 在那边开出美丽的花朵 在落地之处开花 这句话深深的打动我 也许我们能做得非常有限 但是我在这里跟所有的 服务的同工 让好朋友 大家共同勉励 为这块土地 进出更大的一个力量 刘兆豪最后期许 自己能够与台东的好朋友 一起努力 并且再度强调 服务团队的核心价值 就是要用温暖 与爱心奉献 给需要帮助的人 东南新闻 陈静雄 台东市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 fronte